我烦恼,没关系,误解总会有,对吧? 未会也总会有,但是我坦然,我做了,我坦然,我永远都不怕,对吧? 可是如果你不明白,那你可能就盲修瞎炼,对吧? 虽说佛说也遭恶报,对吧? 虽然佛说了,对吧? 这个果遭欲去呢,肯定要遭恶报,有因果啊,因果这个东西,谁也回避不掉的,除非你改变,你不改变,你就怎么样? 你必须要面对,所以暴在无间地狱,对吧? 你要下地狱,那你哪里能闻到佛法,哪里会有念佛,对吧? 你看现在人间苦,我告诉你,地狱更苦,比人间苦的无量无边,对吧? 所以你身为人生,闻到佛法,你自己按照庆幸,怎么样?应该直下承担,对吧? 如是菩萨行方便,待到臣服之际,则有对一切法方便外的众生,就来往生这样的佛果净土,对吧? 物以类聚,人以兴奋。 你能够修行方便,对吧? 跟你一类的众生,怎么样?就聚到一起来了,对,之前我们,我们现在,对吧? 我跟张三有缘,跟李四有缘,我们修行的是一样的法门,念佛,那么你将来可能就会相遇在一起。 这很正常啊,这就是语言啊,对吧? 物以类聚,人以勤奋,对吧? 那么下面的经文是,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净土,菩萨成福时,念处正庭,神族根立,觉,道众生,来生七国。 那么经文的意思是,佛陀又对宝基菩萨说,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净土。 那么三十七道品的目的,就是要到达涅槃,到达彼岸,因为有方便,所以菩萨行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是方便法门,对吧? 而念佛是方便法门。 那么,因为菩萨能够由此方便,怎么样,他就不会正的二乘,二乘偏空了。 不是灰心灭智,然后我心里什么都不想,不是这样的。 一个作传人说,我心里,我的思想里,观念里,我什么都没有,这是不对的,这就是偏空,对吧? 那么所谓三十七,也就是三个四,也就是四念处,四正秦,四神族,那么两个五,五根五立,端七,也就是七菩提芬,七觉知,八正道,一个八。 所谓道品,道品,什么叫道?道与虚通为义,道是要开阔的,能走,不虚的,空啊。 但是同为又能够通达,能够走进来,这就是道,虚通为义,道,对吧? 不通不能称为道,所以你不通啊,又不是道啊。 黄尼内经说,通则不通,对吧?痛则不通,你要烦恼了,就是你没有道,对吧? 你要没有烦恼,那你已经有道,你已经有道了,对吧? 所以很重要。 众生凡事被无名烦恼所障碍,众生就是这样,整天活得不顺心啊,对吧? 因为没有智慧啊,所以有烦恼啊,整天的心里的惯碍,不舒服,整天琢磨身体啊,整天有病,对吧? 别人在说你招什么了,所以你就麻烦了,你的抵抗力也不够,对吧? 然后你就信别人,给你算卦,给你烧点什么东西,然后你觉得,哎呀,挺好事,过几天又来了,对吧? 过几天又来了,要解决什么?解决根本问题,还是从心里去下手,这是重要的,对吧? 那么事事感觉不顺啊,所以自己啊,抱怨啊,喝口凉水都塞痒,对吧? 就觉得倒霉,觉得不顺,对吧? 觉得别人算卦,算对了,那都是瞎扯,因为你相信了,你才会在乎,你在乎了,你才会有障碍,对吧? 那么所以是不见道,根本跟道没有关系,因为你突破不了,所以你没有见道,你突破了就是见道了,对吧? 品就是一类,也就是说,六类,三十七道品,都是为了众生开道的工具,开道,什么开道? 入道,入道的工具,对吧? 所以称为道品,我们也叫它方便,对吧? 这些就是修行的下手术,对吧? 你想修行,从这里开始,对吧? 所以我们具体的去说,依四年处,四年处,佛陀临念盘的时候告诉,对吧? 怎么说,依和安住,依四年处安住,为什么依四年处安住? 因为你自己不要执着啊,你不要执着才是入道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是因为执着,你不入道,对吧? 所以意识观生不尽,对吧? 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九个孔,对吧? 怎么样,流出的都是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说,长流不尽,对吧? 经常会这样的,对吧? 两只眼睛,两只耳朵,对吧? 两只鼻孔,一个嘴巴,对吧? 大小便,没有办法,对吧? 都不如什么呀? 粪袋,对吧? 因为你,如果你有粪袋的话,你可以把它怎么样? 把它拴紧,它不漏,对吧? 可是我们现在,每时每刻,它不排泄,行吗? 它一直都在排泄,对吧? 只是你自觉不自觉,你没有感觉,对吧? 一直都这样进行着,对吧? 只好听之认之,干净吗? 不干净。 所以,你爱自己,爱哪儿呢? 对吧? 自己也不可爱,对吧? 因为你爱自己就是仗道,当然你也不能糟蹋自己, 你糟蹋自己也是一个极端,爱自己也是极端。 所以怎么样啊? 随缘任用,来关什么? 关身不尽。 关身不尽的目的就是,你不要爱多自己。 你过分地爱多自己,怎么样啊? 你天天啊,可能琢磨,吃点什么呢? 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吃点这个药,吃点那个药, 整天都瞎琢磨,你会非常的苦恼。 而且你不健康,对吧? 因为你心里面心量很小,对吧? 你的心量大了,你自然就健康。 这是关键,对吧? 吃药不是目的,对吧? 当然我说的不是绝对的,佛法讲元启法,对吧? 是由各种条件组成的,一个人喝西北风,喝凉水,他没有办法活,这个没有办法,对吧? 他要活得简单,不是不吃食物,要吃,但是他要简单,他才会自在,对吧? 第二,观寿是苦,对吧? 寿是领纳意,领纳就是能够感受,对吧? 不论顺利,对吧? 不论你顺境还是逆境,怎么样? 若有所受,无不是苦,你又感受了,你就苦。 你就挂,你就烦恼,对吧? 也称为热恼,对吧? 苦不堪言啊,痛苦啊,一个事接一个事。 你说你苦不苦?苦啊,修行人如果面对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也苦,对吧? 因为你没有千百亿化身,你分身无数,对吧? 那么曾经啊,这个前些年,台湾有一个叫宋提利的,我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所谓的佛教徒,拿了他很多那些照片的,放光的照片,对吧? 照片,当时我就不屑一顾,他拿了给我看,我说对不起,我们不是学这个的。 他说,都说你们不是学这个的,你说我也是个佛教徒,你们有这个本事吗? 你们有这个本事,我也跟你学。 我说那好,人各有智,你学吧。 对吧,再过几年之后,低头上气的来找我来,哎呀,法师啊,那个是个骗子啊。 是啊,那骗子就有本事嘛,对吧? 为什么你上当了?是因为你有所图啊,对吧? 那你想一想,他居然,他自己,他这个身份,他找一个替身,在另一个地方,同时凸显了。 一下子就惊讶了,这个家伙有分身术啊,对吧? 马上大家都崇拜了,最后弄了很多很多钱,最后怎么样?坐牢了。 对吧,为什么坐牢了?就去诈骗了,对吧? 所以,我们都是因为贪图什么,最后才失去什么的。 如果你不贪图什么,你永远也不会失去什么的。 坏事是苦,好事也同样是苦。 对吧?好事同样是苦。 所以,好事不如无事。 有人会误解,法师,好事不如无事,我就什么都不做。 不是这个意思,是你做了好事,你心里不要计较,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也不要去张扬它。 你要内练,因为做了好事,利益众生改变我职啊,对吧? 所以,好事才不如无事。 那么,高血压等,就是兴奋所致,好事。 血压一下升高了,对吧? 打麻将,糊了,一下死了,对吧? 未尝死了,对吧? 因为血压升高了。 但中奖了,一下完蛋了。 对吧? 乐极生悲,往往如此。 所以,你的心态怎么样? 要平稳,无所谓。 输了如何,赢了如何, 无所谓。 所以,你怎么样? 你就有大智慧。 对吧? 第三,观心无常。 观心无常,心是最敏感的,心是最复杂的。 那么,心是念念不息,就不会停留下来,如雷电刹那不住。 像闪电一样,一刻也不会停留下来。 所以,佛教讲,身心要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对吧? 你怎么样呢? 你只能是无所得的心,无所谓的心,往前走。 你会坚强,你会无所畏惧。 对吧? 当然,你也会转变你自己的命运、障碍、苦恼。 你都会改变,对吧? 众生却以这个心为实。 你这个妄想心啊,为实在。 对吧? 于是庸人自扰。 胡思乱想啊,左右为难。 今天有人对我说话了,明天我又做一梦了。 后天,对吧? 别人又说我,什么有小人了,或者是有众生了。 对吧? 那胡思乱想的故事才多。 对吧? 于是庸人自扰。 我跟他困扰啊,痛苦啊,对吧? 为难啊,这怎么办呢? 对吧? 这就是很多不学佛的人,或者很多学佛的人,不是真学佛的人。 或者学了佛,想真学佛,却还没有入道的人。 往往都是庸人自扰。 对吧? 那么,同时呢,则不加理睬。 对吧? 你爱找到找到呗。 对吧? 你哪怕你这个,你什么魔啊,哪怕你流言蜚语啊,哪怕你这个那个怎么样? 不加理睬。 为什么不加理睬? 你理睬,你就上当,你就受屁。 不加理睬,最后他鼓掌难鸣,他回来回去碰不着你,对吧? 他自己没戏了,演不下去了。 往往如此啊,如果你一理睬,你就上当了。 你要跟他去较真,你要跟他去讲理,你上当了,对吧? 他正好目的就是要你跟他去合作。 我不跟你合作,我离你远远的,对吧? 没戏了,对吧? 所以你赢了,所以鼓掌难鸣啊,对吧? 于是川流不息的过路魔鬼,所以哪怕就魔鬼啊,什么隐隐隐隐隐的, 这什么这个那个都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你不理他怎么样? 就会失去主人的青睐,你不理他,你不配合,怎么样? 就会变成川流不息的菩萨,对吧? 因为你不理他,就改变了他们。 所以大波涅槃经里面说,一切诸给神的,皆是诸佛菩萨之所实现。 前提是你不要理他,你不要理他,他们就是佛菩萨。 你要理他,他们就是魔鬼,你知道吗? 这个很重要的。 凡夫无名,于之周旋啊,所以凡夫怕得罪他,对吧? 又怕这个打招,又怕那个给你安点什么东西,对吧? 还怕,对吧? 你看那个真的,你好人谁都不怕他? 我坏蛋谁都怕他,为什么呀? 怕他伤害到自己。 所以凡夫往往怎么样,于之周旋,无始以来啊,就被牵着鼻子,在六道中,投出头目,出来进去,一直都是这样,六道路,轮回之中。 菩萨则则是大自在,就能使生死忘心,转为随缘的法性。 一会儿生,一会儿死,人生就是这样。 那么你如果不脊着身和死,那就随缘法性。 缘起信空啊,生也缘起信空,死也缘起信空,你哪里有关? 你不就随缘自在了吗? 对吧,我们学龙树菩萨说,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断,不依也不依,不难也不出。 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 没有生没有死,没有长没有断,没有依,没有依,没有依。 没有来没有去,对吧? 有人一下就啥了,反正没有,真的没有,对吧? 那为什么说有呢? 因为能说的是因缘,因缘的生,因缘的死,因缘的长,因缘的短,因缘的短。 因缘的短,因缘的短,因缘的去。 能说的是因缘呢? 所以你不要执着了,所以善灭诸细论,你要是认为它是实在的,你就上当受贫。 对吧? 所以你就没有智慧。 如果你没有智慧,你怎么解脱? 所以我基所理佛,诸说中第一,这才是佛说的,那你为什么不学佛? 你老学人干什么? 对吧? 这个有本事,那个有本事,我告诉你,他自身都有病,他自己都免不了一死,自己免不了自己疾病产生。 你怎么能相信这一套把戏呢? 对吧? 所以我们要坚强啊,自己跌倒,自己爬起啊,自己的梦要自己圆啊,因为你是学佛的,对吧? 那么菩萨自在啊,就能够在生死的妄心之中,转为随缘法性,如杯中水,如杯中水,对吧? 方的杯子里,这是方的。 圆的杯里,我是圆的。 是扁的杯子里,我是扁的。 在那个坑里,我就是那样的,对吧? 所以我随缘自在,都是水,没有改变。 水其实就是空性,或者我们叫它法性。 那么在众生而言,在友情众生而言,就叫佛性。 对吧? 如果你认识到它了,那么你在任何一个环境里,你都是自在的。 否则你在任何一个环境里,你都是不自在的。 因为,因为你的心不安了,因为你的心在浮躁。 你的心,对吧? 在呼吸乱想,在波动。 对吧? 你不知道这种波动,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如果你能够像杯中的水一样,就像我们佛前供着一杯水,你要知道,那就是随方救援。 就让你有一种警醒,你面对的人和事,你都不要去执着,应该像水一样,随缘救方。 随方救援。 对吧? 如此则大作梦中佛事。 对吧? 大剑水月道场,将众生六道之梦,引入菩萨之道场梦。 六道众生的梦啊,贪嗔痴啊,于是完成六道众生。 对吧? 那么,如果菩萨的道场呢,是无所得从一个梦,引入另一个梦。 所以,永迦禅诗正道歌说,梦里明明有六去,绝后空空无大圈。 对吧?梦里面有六道轮回,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出生,醒来之后怎么样? 什么也没有。 但是什么也没有,又何妨有? 而这个有不是真有,那么你是自在的。 哪怕鬼在你面前晃,对吧? 哪怕地狱现前,你都不为止所动。 那你一定是解脱者,否则的话,你见着好的景象,你攀缘,见着恶的景象,于是你恐惧,那都是错误的。 好也没有自信,坏也没有自信,因为你的心里执着了,就上当说平,对吧? 就会堕落。 三界六道如幻如画,梦境水月,也是如幻如画。 菩萨度众生就是度我们的梦中之人,度中生度梦中之人,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他度梦中之人,他非常容易就度了,而我们不容易,对吧? 因为我们执着,我们不把它当梦,当做实在的,所以你苦恼,你挂爱,你患得患失,对吧? 菩萨不是这样,所以境界不同,即只得随缘大做梦中佛事,将众生六道之梦,引入菩萨道场之梦,于是过去六道业园洗刷干净。 什么叫洗刷干净?不执着,不挂爱,洗刷干净。 否则你就执着,你就挂爱,对吧? 这个难啊,为什么难呢? 因为你已经执着,已经挂爱的,无始劫来就是这样的。 现在想让你改变,你没有佛法,你能改变吗? 改变不了的,你老跟人跑什么? 你跟人跑是错误的。 如果你跟人跑去学佛,固然可以,但是如果你跟人跑,学的不是佛, 那你将会怎么样啊? 你将会浪费你的生命,浪费你修行,浪费你信佛的因缘,对吧? 所以你怎么样,划不来的,对吧? 那么既是熏悉菩萨总性,所以我们最初的时候,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 一下子彻底改变自己,但是慢慢的,你学的不执着,那么慢慢的,你就在熏悉,使自己成为菩萨总性, 菩萨总性就是空性,就是心里不执着,不挂爱,那么你慢慢的怎么样? 你就有了这样的总性,你不熏悉,你就没有这样的总性,对吧? 那么,如此,还有梦醒的希望,所以你在梦里面啊,一点点的清醒,有一天你突然间醒来,你才发现,你醒了,众生还在迷,还在那斗啊,还在那执着啊,还在那真名逐利,而你是清醒者,你在看到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特别可悲,特别可怜,对吧? 你去救他们,他们恐怕在某种姻缘条件下,不允许你救,都管闲事,你狗拿耗子,对吧? 我愿意,对吧?你管得着吗?对吧?我愿意下地狱,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第一个,你要考虑,对方的姻缘成为成熟,第二个,你要考虑,你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方便法门? 如果你没有,你根本就救不了他,如果他对方没有缘,那么什么方法也救不了他,当然,关键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真正的适合他们的方法,能够改变他们,这是菩萨永远需要学习的内容,对吧? 如果你是一个受了菩萨界的人,那你就肩负着一种使命,如果你说我没有受菩萨界,那么请问你自己是不是应该改变自己? 我觉得这也是当务自己,如果你学佛了,你自己也没有改变你自己,那么请问你的修行,你的信仰,还有什么舒服力? 我觉得没有,所以我们被误会,被误会什么?我们在混日子,我们在浪费生命,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们信仰是成功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们努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做, 我们老等着佛来帮你,佛告诉你道理了,可是你改变了吗? 他帮你的只是告诉你一种方法,改变的是你自己,可是你不改变,佛也没有办法,对吧? 那么同事观心无常,二称与菩萨处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称恐怕造业,于是用枯尽钉来灰身灭制,将心动结,什么意思? 就是用石头把草压上,你看怕它发芽,怕它长,怎么办?那块石头把它一压,这安全了,怕面对现实,这个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一定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菩萨是承担着,菩萨是负责任的人,所以菩萨怎么样? 菩萨绝不划头,菩萨,真正的菩萨,绝对是为了众生,敢于付出,敢于牺牲,对吧? 我们怎么样啊,要学菩萨,只有你学菩萨,你自己才会有机会,没有众生,那你菩萨就没有下属处,因为你菩萨有了下属处,有了众生,你自己才能成福,不然就不可能,对吧? 那么,于是呢,这个二秤人呢,用菩萨钉,灰身灭质,将心来冻结,石头压草,就不让它长,以为能彻底解决问题,有一天,石头挪开了,怎么样?草会疯着,对吧? 所以说,改变心,比改变外在的行为更重要,对吧? 你说这个也不让他做,那个也不让他做,最后怎么样? 它有一天就爆发了,什么都干了,让他改变心,最后让他自觉地去管理,梳理好自己的情绪, 那么他自己的行为就会怎么样?有效地管理,不然的话,没有效果,对吧? 我们整天,你想像警察看小偷似的,像猫捉老鼠似的,你整天看着他,你能看得了他吗? 对吧?你自己都管不好你自己,你让别人看着你,能看过来吗? 这不可能的呀,自己管好自己,所以佛教讲说,你要自觉,自觉,自觉,要醒来,要觉他,你要让他人也醒来, 而且让这种醒来能够达到彻底醒来,圆满吗? 所以你就是佛了,不然的话,你自己也没有醒来,苦恼,那么你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醒来, 那么你最终是一笔糊涂账,对吧?越算,越糊涂,越糊涂,越弄不明白, 所以这种学佛就是浪费生命,浪费一种修行的,学佛的因缘,是失败的,毫无疑问,对吧? 我们很多人没有成就,没有办法向别人来证明我学佛有好处,我很快乐,我很健康,对吧? 我敢于承担,我敢于负责任,没有这样的内容,所以人们看到的佛教徒都是令人失望的,对吧? 什么戒都没有用,证明比什么都有受复力,对吧? 那么,至于变幻心,见常发行,所以这个,这个,这个,二乘人呢,将心冻结了,对吧? 于是呢,在变幻的心上,对吧?怎么样啊?去发行,以常来欲变,对吧? 来,面对,来面对这种变化,这是哭尽尽,对吧?我不面对,我回避,对吧? 则于此无常心法,无重无主,那么这当然是菩萨了,对吧? 菩萨,他是面对这种无常的现状,无常的,无常无我的现状,怎么样? 他也不是重,推波逐篮,但是也不是拦着他,既不推,也不拦,对吧? 让他随缘去,随缘去,随缘去,使水患变成水利,对吧? 那么随缘去,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大禹治水,那么大禹的父亲是堵,东堵一下,西堵一下,这个,河怎么样,堵不住了,淹死人了,被顺帝杀死了, 那么太太的儿子,雨来治水,雨就是不重,对吧? 就是不放任自留,同时呢,也不阻挡他,让他有一个地方可去,所以呢,使水患变成水利,对吧? 我们说了,粪便是什么? 烦恼是粪便,对吧? 但是你要如果善于转变烦恼,那么这个烦恼,就是你成佛的增畅源 你要善于转变,如果粪便,它会成为很好的优质的肥料 它会使花园,会使你的庄稼,茁壮成长,对吧? 枝繁叶茂,那不是好事吗? 对吧,应该是好事 因为水本无患,送一组来成患,水本来没有这个,给人们带来不了什么优患 这是因为你啊,你推过竹篮,他就会成患 你拦着他,他就会成患 所以呢,让他自由的,就按照他的规则去走 对吧,这个就成为义 对吧,就像天上又下雨 对吧,那就让他下好了 冬天来了,下雪 那就让他下好了 所以佛教里经常有一句话说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事 那佛教徒就是要明白 我要面对 对吧,春天的百花 秋天的明月 对吧 夏天的凉风 冬天的白雪 你必须面对 你回避它就不正常 对吧 那么你面对这四季的美景 应该怎么样 你要修行 使自己的心 不执着不挂矮 叫不重 不足 那么你就能够是自在人 是智慧人 这才是修行 你不能说我是一个修行人 我不面对春天 我不面对夏天 不面对四季 不面对人生 那你不正常 对吧 所以很多人 对吧 当然你不能找借口说 哎呀,我要面对 然后你就专门去找坏事去干 然后你说我这是面对 那是错误的 当然你可能会纠正法师 没有对没有错 是 但是众生的 世俗地上 要有对 有错 这个对 是缘起的对 这个错 是缘起的错 虽然没有主宰性 还有随缘性 所以你不能让众生 在你身上失望 要让众生看到希望 看到那种 为法忘区 大无畏的那种解脱者的 那种气度 我觉得 你还是要去担当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生涅之心法 本无过患 凡夫种之 这个 这个生涅之心法 这个生死之心法 在我们这个心里面的分别心 本来没有 这个过患 凡夫怎么样 种之 凡夫啊 就纵容他 对吧 想一想一读 想了想去怎么样 身体 就就开始去做 凡夫种之 持种 对吧 二称主之 二称拦截他 你不能这么干 对吧 无始以来 相对而立 纠缠不休 所以一个众 一个主 所以一直呢 都是较劲 对吧 这是一般的凡夫 在那个歌舞生平里面 在此 对吧 那么修行人怎么样 要拒绝 对吧 两者之间是对立的 对吧 菩萨以法性来驾驭 菩萨不认为啊 说这个 说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这生死的心法 二元的分别心啊 对吧 怎么样呢 他没有一个主宰性 所以这里边说 菩萨用法性来驾驭 法性是什么 空啊 法性就是佛性 来驾驭他 因为你要认识到法性 那么 仲也好 对吧 诸也好 都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挂案 对吧 如静悄悄的大地 任百川会海 对吧 静悄悄的大地啊 那么各种各样的河流啊 都是在大地上流淌 最后的怎么样 汇入大海 对吧 无中无阻 对吧 也没有人去推波助澜 也没有人去阻挡他 让他自然的去奔流到大海吧 对吧 那么无死以来 那么这种无中无阻 秤其方便 那么这个什么叫秤其方便 识言任用 就是秤其方便 对吧 那么他往那边流 就流吧 所以秤其方便 行舟宰客 对吧 灌溉田园 可以 河里面怎么样 可以奋舟 驾船 对吧 可以 这个渡游 游人 对吧 那么还有灌溉田园 用水 对吧 灌溉农田 灌溉那个花园 都可以啊 对吧 那么同时还可以动力发电 可以把全国族巴士把它拦截起来 去发电 怎么样啊 普利群衔 对吧 就看你怎么做 对吧 你要是 对吧 无动于衷 是一种方式 对吧 那么就是主 那么你要是去推波逐篮 是一种方式 随缘任用 也是一种方式 随缘任用 是菩萨的 对吧 随波逐流 那是凡夫的 对吧 阻碍他 那是二乘的 对吧 那么我们要学什么 学菩萨 对吧 所以 这个就是 关心无常 无常 就看你怎么发心 你怎么发心 那样的一个结果 决定了你发心的去向 对吧 到哪里去 对吧 而不是说 你的发心 对吧 有对有错 关键的问题是 改变你的心 对吧 第四 观法 物 那么我是实体 主宰意 我们一直认为 自己是实在的 自己有主宰性 对吧 自得见一切法 因缘合合 无有实体 对吧 那么真正有智慧的人 见到一切法 包括我 那么怎么样啊 都是因缘所生 没有主宰意 没有实在意 那么就没有一个实在的我 虽然说无我 但是因缘差别 果报不同 因缘还有差别 果报也不一样 对吧 所以你不能说 没有啊 所以张三和李四 没有主宰性 对吧 然后你就说了 张三和李四 是一样的 可是众生怎么样啊 停留在表面上 明明就是张三的 明明就是李四 你怎么能说 他们是平等的 所以他们是轮回的 因为我们执着 张三和李四的 那种差别性 没有明白 张三和李四 都是缘起性 而缘起的 对吧 本质是性空 那么如果你去看性空 你就会发现 他们是平等的 而菩萨就是学的是性空 但是不回避缘起 但是面对缘起 不执着缘起 而要怎么样 透视缘起 当下性空 于是你一定是自在的 我们就表面上 去停留下来 所以你就看哪里人 才像这个像那个 这不叫学佛 这叫起哄 这叫胡闹 对吧 从我从来不随起 这样的事情 对吧 我曾经在 这个中国佛学院 那里面 我面对课堂 对吧 读读书 累了 出来了 对吧 我明明看到那个 喷嚏式那个飞机啊 从天空上过来 过来之后 那个像 对吧 在布满着天空 对吧 刚过去 课堂里出来 一些佛教徒 欢呼气 哎呀 莲花呀 哎呀 万字啊 激动的 简直 忘乎所以 对吧 我走进 告诉他 冷静点 刚刚飞机 过去 对吧 一个个都泄了气 对吧 没事找事 非得弄了 故事 你就激动 是不是冒傻气 对吧 所以我们很多人 需要冷静 需要理性 即使有 缘起 性 空而已 所以你也就冷静 对吧 那么如果你不冷静 那你就停留在表面上 永远没有办法得解脱 就像我们看到张三 李四 张三是男的 哎呀 帅哥 李四是女的 美女 对吧 你就停留在表面上 你就不得处理 你看到的就是星空 对吧 你本身就是自在了 对吧 你哪怕可能有一天 都怎么样 需要你背着他过河 哪怕他美女 那么 没有关系 你心里不会为之所动 对吧 当然 每个人 他不可能一下子就到位 对吧 但是你知道理论是这样的 你心里就会怎么样 慢慢的会 安静下来 对吧 你知道 你明白 你方向你懂啊 所以你不会走错路 对吧 即使你走了错路 你也会转回来 对吧 很多人就是瞎走 对吧 而且他不仅仅自己瞎走 还带着一大帮人走啊 这条是最好的路 这个怎么怎么着 最后呢 你怎么样 你掉坑里了 跟大家一起掉 反正你找个垫被 大家做伴吧 对吧 非常可怕 这种心态也非常阴暗 自己倒霉的 找几个跟着陪着的 对吧 多可怕呀 对吧 所以每个人也都要注意 那么我们不能违背世俗地 对吧 所以你违背世俗地 不可以的 并且这种因缘果报 有提一般的规律 对吧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一点不说不行 很多佛教徒 就是不相信因果 胡来胡闹 抱着侥幸的心态 干点坏事 然后给他捉摸 捉上念符 因为那解决问题瞎扯 我告诉你 你不信你试试 将来你后悔 对吧 我说的是心里话 不是为言耸听 对吧 你以为就那样 就能替代吗 不可以的 你的放心本身就错 我爱佛法 我干了坏事 我忏悔 对吧 然后再去干坏事 对吧 然后再去忏悔 对吧 你人不怕做坏事 那么做了坏事 改就好嘛 改了再犯嘛 犯了再改嘛 瞎扯 对吧 胡闹 对吧 很多人是这样的 对吧 没有那种 为佛法承担啊 对吧 去面对 去负责任 对吧 你也不说 我也不说你 反正我看你干坏事了 怎么样 我不说 终于都没看见 然后自己心里还憋得难受 怎么样呢 就跟别人 反正说 到底是什么事 不说 我不说 不说你别跟我拿车 对吧 为什么你 因为他心里不平衡 看见别人干坏事 他心里不平衡 但是一话说了之后呢 自己又受影响 同时呢 自己也想干坏事 对吧 所以大家 谁也不说谁 那如果你就 面对面的 你凭什么这么干 请问你的理由是什么 你看谁还敢坏 干坏事 没人敢了 对吧 怎么敢呢 要么就怎么样 咸言碎语 对吧 说流言碎语 看见看见 没看见 听谁说的 我听他们说的 他们是谁 他们我没看见 我就看你跟他说呢 我告诉你 你就要下地狱 对吧 看见了说 说的当面 不是说是中国 是要对佛教负责任 对吧 所以有这样的军事 跟我讲啊 法师我就见到这个 不公平 好 那不公平 我来处理 你说的对 我来解决 说的不对 我来给你解释 对吧 也不是说今天你说了 说某某人错了 我们就要把他捏死 不可能啊 法师捏死几个 一个都没有啊 对吧 谁看见我捏死过 没有啊 对吧 我们只不过是要治病 要救人 有时候声音可能大一点 对吧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下坏 对吧 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要相信英国啊 此定律 观色 司法界 强民 第一体 虽然英国 但英国不是自信 没有主宰性的 所以如 只观法 无我 则不了第一体 对吧 你只是没有主宰性 对吧 你就不知道空 对吧 既落完空 偏空 对吧 断灭空 对吧 则成 八五英国 所以空了 那是最可怕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说 记住那是空性 不是空 空容易是断灭空 这个空不爱有 所以我们在佛国评里面 前面已经说 无我 无作 无造 无受者 善恶之业 不败亡 虽然空 但是不爱有 虽然有 自信空 守心守卑 所以 没有地狱恶鬼出生 是没有地狱恶鬼出生的主宰性 但是 地狱恶鬼出生的 随缘现象 还是存在的 我告诉你 今天我骂你 你为什么心里不舒服 我踢你两脚 你为什么 为什么你烦恼 当然我没提 我告诉你 我也没提 我告诉你 对吧 为什么你苦恼 是因为你消化不了 因为你自己 你在乎了 那很多事情 就是因为你在乎了 对吧 你在乎了 你不就受伤吗 对吧 所以说 凡夫执着我法 凡夫啊 执着我法 没 第一题 不明白 第一题 空 不明白 就执着 这个人 我 我所有法 不知道 我和我所有法 是无常性 没有主宰性 是缘起性 对吧 所以 就是 是蒙蔽 蒙蔽住了 对吧 福对此 说 观法不我 所以福对这种啊 执着那个局限的人 就说 没有实在性 我告诉你 你上当了 你受骗了 对吧 于是他解脱了 对吧 如不了达 诸法虽然无我 对吧 则 承诸快空 在因缘法则上 却有铁一般的规律 主宰其中 对吧 成功快空啊 在因缘法则上 对吧 还有一个 什么春夏秋冬 你说没有吗 对吧 尤其在我们的东北 你说没有吗 春夏秋冬 粒粒分明 对吧 四季分明 所以 这一个地方的 怎么样 众生 的性格 也变得怎么样 棱角分明 南方 四季部分明 所以南方人相对来讲 比较温和 对吧 不会动辄就 拳脚相架 不会这样 对吧 我们这气候影响的 南方人在这里待几年 马上也怎么样 也比较粗犷啊 对吧 不一样啊 不要拿缺点当优点 对吧 你自己冒傻气 还说自己 怎么样 自己实在 瞎启人 你自己笨 你还说自己实在 有借口吗 对吧 自己上当受骗了 还说别骗子不好 那你自己没抵抗力 那都是错误的 对吧 那么 否则 既惑顽空 既断灭境界 所以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面对 缘起的 现象的 存在现实 怎么样 不要去执着它 但是 也不要 否定它 对吧 因为你要去担当它 因为你要去担当它 在担当的过程之中 你要去训练自己 执着 不去执着 对吧 训练自己 执着的改变 那么就完成了 不去执着 不去执着的训练处 就是面对现实 然后是改变 对现实的植入 其实这个过程 就是修行的过程 那么这是 四年初 下面是四正情 四正情 就是要实时的观察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怎么样呢 第一 以身恶 法令断 对吧 你干了坏事了 对吧 偷了人家东西了 说了人家坏话了 怎么样 以身恶法令断 要改变 对吧 你这个 每个人呢 尤其人的两舌 是最可怕的 网民 对吧 最容易生起来的恶法 以身恶法令断 对吧 有话 对吧 我们寺院里头开会 好 有话 讲在当面 背地里 不要给我扯闲 道弹 你说话 当面对我有一件 没关系 你说 对吧 错了我改 误解了 我来去解释 我不会得理不饶人 但是你必须说在当面 所有的事情 你都给我简单化 不要整复杂了 谁跟谁没有特殊关系 对吧 谁有问题了 谁要去承担责任 多简单啊 不好吗 好啊 可是有的人他就不愿意把那个问题简单化 就背后嘀咕 嘀咕什么 对吧 你是佛教徒 我告诉你 有一天把你真的揪出来 你狼狈不狼狈 你嘀咕什么 你破合合声 对吧 你合适吗 对吧 你罪过大了 你要下地狱吗 站出来说 对张三有意见 对理事有意见 没关系 张三和理事真有意见 张三理事 你在帮他 那你 那你是菩萨 对吧 你背后下地狱什么 对吧 弄来弄去的 一个鱼 行一锅汤 弄来弄去 就没有好人了 对吧 如果你当面帮助他 他有希望 对吧 第二 未生恶法 令不生 对吧 你没有做坏事 对吧 我没有说人家的 什么恶口 我两色 我没有说 没有网语 那好 那你 不要做 挺好 正勤 对吧 真正的 这个 勤奋 对吧 第三 未生善法 令生 对吧 你就从来 没有去做善事 怎么样 应该去努力 你没有做善事 你凭什么 你要说 往生希望极乐事件 你凭什么说 你要成佛 你没有去行动 怎么来证明 不可以 所以说 未生善法 令生 这是第三 四 以生善法 令增长 所以你已经做了好事 好 那你去增长 对吧 包括 我们金刚经 告诉我们的 菩萨 这个 修 这个 布施 三轮体空 布施 对吧 那么对于布施 本身就是一个增长 对吧 原来我们执着能死 所思中间物 现在我们 知道能死 所思中间物 三者了不可的 于是三轮体空 那就是一个 以生善法 令增长 此四正情是佛陀 布了一说 什么叫布了一说 是针对 众生的 这个 习气毛病 对症下药的 虽然是布了一说 却是对治之法 对吧 所谓 善恶 生命 都是实心 千流 才有善恶生命 对吧 那么善恶啊 生死啊 都是我们的分别心 给他一个认定 那么这种认定 出现的时候 于是就会有善恶 有生死 对吧 而我们认为善恶 生死是实在的 我们就不能处理了 如果我们认为善恶 生死是源起法 是可改变的 那么它是无常性 没有主宰性 那你就可以改变 对吧 那么 生命法中 要想选择一个善恶的标准 实在是艰难至极 因为都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你说善 你说我 善是什么感觉 恶是什么感觉 好是什么感觉 坏是什么感觉 都是因缘所生法 对吧 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坏人的朋友 对吧 我们认为他是坏人 那人家认为他是好人 对吧 我们认为我们是好人 人家认为我们是坏人 为什么 因为价值观念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对吧 出发点也不一样 对吧 那么我们不能因为别人说我们是坏人 然后我们就跟别人去改变我们自己的信仰 我们也不会因为别人说我们是好人 怎么样 我们就沾沾自喜藐视一切 我觉得都是不可以的 我们的缘分就是按照佛法的标准来去强挡 来去负责人 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里的贪欲 执着 无名 这才是我们需要 怎么样 需要调整的 对吧 因为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所以另断另生 都是有违法 所以让他断下来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吃饭的时候 我们都会 对吧 我们去过灾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心理的一个改变 对吧 为什么要大家要供灾 供灾的时候 因为这种修行的回向 对于每个人 每一个发心的人都是一种影响 对于都是一种命运的改变 对吧 当然有的改变的就比较快 有的改变的比较慢 其原因就是还是一个圆的问题 圆具足了 改变的比较快 圆不具足 改变的非常慢 对吧 但无论如何 都是一种改变 那么 它都是有违法 都是对治法 都是生灭法 除非我们在主观的第六意识上 用枯禁定 灰身灭治 对吧 那么我们只要分别 那么就是对治 它就是怎么样 有违法 就是生灭法 那么除非我们在第六意识的分别心上 怎么样呢 停留下来 不面对 对吧 比如说市场闹 我们不去 对吧 我们去了也不合适 对吧 我们在哪里呢 绕来绕去 别人会怀疑我们 干什么 对吧 有些地方 我们是不能去的 为什么 因为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是为了大家 大家看见 我们在那种场合之下 它会因此而怀疑 我们做了 跟我们身份 不相吻合的事情 于是它会退自己的信心 对吧 它甚至会怀疑 连我们都不信了 那怎么样 那你还信什么 我也不信 对吧 所以容易引起别人激险的事 我们尽量 都去考验别人 对吧 那么第六意识上 用枯禁定 灰身灭治 把这生灭的分别心 冻结在某一点上 所以这个 就是枯禁定 我不在意 然后呢 我自己守身设意 然后自己呢 在这个坐禅 在修行 跟外界怎么样 保持距离 对吧 这是枯禁定 灰身灭治 二成人往往用这种方法 对吧 那么同时也是非常艰难的一种方式 你不能说这种方式 我们学习大乘佛法 然后我们就否定他 不是 他需要一种耐力 同时也需要一种相应的智慧 来使自己 有那种抵抗诱惑 这种能力 所以这种能力 也是不容易的 那么把这生灭的分别心 冻结在某一点下 所以就像我们说 一起念佛呀 念佛呀 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么外边 对吧 全言是语啊 是是非非啊 跟我没关系啊 对吧 当然这是真念佛者 对吧 那么假念佛的人呢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琢磨了怎么去 对吧 去看别人的是非 琢磨别人的短处 对吧 而且呢 怎么样能够在这种假模假样的这种伪善之中 给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都是很可怕 对吧 所以这都是一种 我们必须清醒面对的问题 我们自己不能这么干 同时也不能给别人这样